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央视新大楼呢 原来我们也有一套无线系统在使用 但是因为可能用户容量的关系 所以用户的体验并不是很好 所以基于这个前提呢 我们也是从那个13年的时候 我们就想自己再建这么一套网络系统 因为这个楼呢可以说是全球比较单体面积 比较大的一套楼 可以看到就是有两个这种座驾腿加一个悬壁 它楼里面的结构也是非常的复杂 每一层的这种主体结构都不太一样 也就意味着我们当时在想做这个无线部署 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都要有一个这种精细化的设计 同时呢也希望就是整个系统的这个带宽保障 实力延安各方面 也能够达到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当时我们在那个部署食堂的时候 因为食堂大概到800多人同时进行 1011演模室当时通过用户需求 提出了一个700人同时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高密的环境 在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考虑我们的那个对我们无线造成一个压力负荷 无间断的沟通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闻频道每天有大量的这个节目内容是要进行这个审查的 为了加强这个新闻的这个时效性呢 所以我们推出了这种移动审片的这种应用 在移动过程中对视频进行审查 对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以及信号质量 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我们之前的这个无线网络 在某些这个偏僻的角落 这个信号都会发生时段时距 尤其是在这个进入电梯的时候 基本就没有信号 但是因为咱们的电梯都比较高 最高的电梯从地下一直到了50层 靠传统的这种电压天线或者紧闭里面去不亏限 可能已经无法解决这种问题了 我们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设计团队 和一个就是说对这个方案整体的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团队 来帮我们来把这个项目做好 曾经我们在一场晚会录制的情况下 我们高峰时间一个接入点 用户数已经上超过了100了 而且大家在做用户的这种互动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 在进入电梯以后 一样我们能够连到这个我们电梯自己的这个5000EP 同时它在运动过程中也不会出现这种断线 或者不会出现这种业务丢失 用户的体验非常好 无论从这个信号强度以及这个覆盖范围 用户体相比较完美反馈比较好 让大家觉得满意的一个项目非常优秀 这就是性格的 每个小偈大学行吗 大家可以努力看 谢谢 energ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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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